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说 蔡英文就任总统穿衣服的时候 从箱子里翻了哪件衣服穿出来 确实有这感受 第二个 他的宣誓词非常简单 效忠中华民国 那对中华民国的国民尽自己必须尽的义务 如果做的不好 他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第三 在他的办公室里面 作为中华民国第十四任首任总统 他在签署了大概两份到三份的 大概任职的文件 那是中华民国的文件 那个环境 那种简朴的环境 就这么一个小桌子 那是让我非常令人尊重 国家就是国家 政府就是政府 而一个政府 他所有的花销 来自于国民纳的税 是国民的辛勤的付出 来供养 来养着他们 帮助这个国家 能够这个环境 能够达到人们正常生活的人的尊严 他没有理由 有着任何奢侈 华丽 浮夸的这样的东西 那而作为他一个民选总统来讲 在那现实环境中 确实令人感触蛮深刻的 第四 他特意请马英九 大家在公众场合露面 因为马英九回家退休 他接班 那给足了马英九的一个面 与其说给足了马英九的面 你倒不如说给足了中华民国的面 因为马英九是第十三届总统 他是一个国家的总统 那作为获选的总统而言 那尊重对方 就是尊重中华民国的限制 尊重中华民国的国民 尊重中华民国国民的选择 尊重中华民国本身的 一个政体的尊严 那如果你对比一下 在今天在中南海发生的那种翻江倒海式的血腥的波煞 充满了文革式语言 杀虐的语言这种 来进行党内的党内的这种残酷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残酷的斗争 你就知道什么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民间的生活的环境 什么是一个正常的人的生活环境 那有关蔡英文这个就任总统仪式 成为了西方媒体在中国问题上的头版头条 BBC的一篇文章 文章题目这么说 蔡英文就职演讲 呼吁两岸执政党放下历史包袱 两岸执政党 这些都是在国家宪政体系当中 我们看到的用词 从去年习近平见了马英九之后 我们当时明确跟大家说 国共的概念成为了历史的词汇 国共的概念将永远不会再出现中华民国 跟大陆之间的故事 谁还在停留在那样的时代当中的时候 你基本就out了 你基本就out了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两岸的默契 他的说法是以国与国之间的这种限制 宪政体制当中的相互的对话 据说中国的中共的国台办就提出意义 说他没有直接讲九二共识 这是一个问题 那在我的个人的角度认为 蔡英文不这么提 有着他一种尊严的表 他自己尊严的取向 他自己对于中华民国 国号和国民而言 有一种尊严的取向 蔡英文在演讲中 首先提到的是经济改革 他说要带领台湾 告别过去 依赖单一市场的现状 在随后的区域合作中 强调实施新南向政策 这里过分单一市场的现状 我相信跟中国大陆直接相关了 跟马英九亲共的政策 直接对垒了 对不对 BBC驻台北的记者现场报道说 现场不时因为蔡英文的演讲 发出激烈的掌声 其中谈到尊重九二对话的 求同存异的历史事实时 更是出现了欢呼之声 BBC的记者观察认为 蔡英文虽然承认两岸 在过去曾经有过会谈 但不认为那是共识 他强调的求同存异 简单的解释 就是当年两岸 在各自表述自己的宪法 肩价之下 双方所产生的认知不同 所以他仅止于说 对过去的会谈表示尊重 言外之意 虽然这二十多年两岸有着 有着这样的政治基础的对话 但他强调了台湾民主原则 与普遍民意 他甚至说台湾人民目前倡导的 两岸政策公开透明 公投都是有可能是他的方向 两岸公投 老百姓公投 那不就把共产党干死了 第一个 第二个 他强调台湾的民主原则 和普遍民意 这是在中华民国的框架之下 它是正统的 美国之音在报道时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国家是因国民 不应领导人而伟大 跟今天的中国大陆正好对立 对不对 文章介绍说 蔡英文在成为第十四任 中华民国总统之后 进行了就职演说 她强调 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社会正义 也提到两岸关系 而台湾民主要继续前进 她是居住在台湾的 中华民国的国民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 在中国人的 中国人的群落当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 非常成熟的 民主体制的展现 在共产党体制之下 她也会说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强奸每一个中国人 生活在中共体制之下的 中国人 蔡英文在演讲中 感谢这块土地 感谢这个国家的 民主机制 实现了第三次政党轮替 以坚定的信念 捍卫民主自由的 生活方式 呼吁全体国民团结一致 扛起国家的未来 国家不会因为 领导人而伟大 是因为全体国民的 奋斗而伟大 而纽约时报在报道 这个这件事情的时候 直接这么说的 蔡英文就任台湾总统 称与大陆维持现有机制 在评论当中说 除了民众对日益强势的 北京势力的抗拒 蔡英文的胜选也反映出 选民对台湾的经济形势的担忧 马英九执政八年 与中共加深合作的政策 但是台湾人对马英九的政策 越来越怀疑和反感 2014年台湾爆发了年轻人 反对一项与大陆贸易协定的 抗议活动 所以台湾年轻人 香港年轻人 不接受中国共产党 蔡英文强调三个关键元素 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 过去两岸二十多年 协商互动的成果 台湾民主原则和普遍民意 所以这就是跟大陆之间的关系 他坚持的是中华民国框架下的一切 然后直接提到 台湾是全球公民社会的模范生 民主化以来 我们坚持和平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普世价值 打造一个没有被意识形态绑架的团结的民主 这是直接了当 抨击今天中共的体制 直接了当 对话今天中共体制之下 用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毛的思想 强奸民意的概念 打造一个可以回应社会与经济问题的有效的民主 打造一个能够实质照料人民的务实的民主 这是新时代的意义 今天中国大陆 共产党 你敢对中华民国控制下的台湾 进行武力上的任何的行为的时候 那你攻击的是一个和平 自由 民主 人权的 普世价值的 以中国人为主的 一个国家 一个宪政实体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